对于上海复兴来讲 他们知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台湾不希望 他们莫名其妙挂一个 跟我们不相干的布条 合约上面也没写嘛 而事实上呢 这是互蒙其力 因为上海复兴呢 他也没办法卖到中国 因为中国因为政治因素 不准BNT的疫苗卖到中国嘛 那所以他一堆 这个货不知道怎么去的时候 他就弃单 那我们就帮他接这个单 他还有收到钱 他还有收到钱 那我们也拿到疫苗 双方来讲的话呢 都是互蒙其力 照理来讲你就互相尊重嘛 你不要去挂这个布条 那我也没事也不会去骂你 结果呢 挂像四面佛一样 他想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说好 这飞机一下机的时候 哇这个SN 台湾这边的SNG连线啊 然后媒体一报导啊 所有人都看到了 这个大大的简体支付必胎 就在那边 然后接下来呢 中国呢 配合台湾那些媒体呢 就会说我们要感谢祖国 这是来自祖国的善意 像是呢 这个有一些媒体 就直接把呢 这个郭台铭台积电 全部都跳掉 说要去感谢上海复兴 感觉像他们是个大善人一样 那我是觉得这件事情 最有意思是因为说 他们没想到 永林台积电池记 全部都套口一致哦 就是说我们不要这个布条 他们没有想到说 他们这个底线 踩得这么的明确 所以我认为说 石板老师哦 他讲说这是花店老板 贴的那个广告 塞的那个广告信卡 我觉得这已经是 相当的客气的一个说法了 基本上这就是上海复兵泰 在那边狗在那边杀尿 那你就觉得很奇怪嘛 这件事情哪有什么违法的问题 我们好好的去买疫苗 结果在上飞机之前 上海复兴就像一只狗 在那边撒地盘一样 那尿在那边撒一撒 然后我们在下飞机之前 把你的尿机给清掉 因为那跟我们没有关系嘛 清掉你的尿机这件事情 国民党还会跳脚 我觉得很生气 好像他的祖坟被挖掉一样 那就觉得非常奇怪 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在于 这批疫苗它的可靠性真实性 如果都没有问题 那就是喜事一桩嘛 结果国民党一副很难够的样子 就说我们就违法 还翻出那些什么走私条例干嘛的 而且每个人都讲一模一样的一个说辞 好像背后有狗头军师 跟他们讲说 这个可以打违法 这个可以去打这个走私条例一样 那这事情从头到尾 从法界人士的角度来看 对于原厂来讲 没有这个布条 对于购买方台积电永宁慈记来讲 他们也不需要这个布条 于是他们这个布条自己就被拆掉了 结果国民党就说 这个违法一副非常生气的样子 那所以我是觉得他们真的是应该像是这个 把这些布条拿回去做收藏 甚至他们不是很喜欢搞公投吗 应该要弄一个布条公投 以后的话 这个所有的这些买的疫苗 都挂上上海复兴的布条 你就弄个公投出来 看有没有人去联署吗 那你觉得对于民众来讲 这件事情最可笑的是 它凸显了一件事 就是过去国民党一直说什么 国民进党卡疫苗 民进党政治因素在那边挡疫苗 那都是谎言 事实上对国民党来讲 他也不在乎这个BNT的事情 他只在乎这个BNT 是不是透过上海复兴 让这个中间的这个统战红利 国民党可以去用重新分音杯羹 而且呢 就有这个方式 去跟中国去表示一个效忠 就说我有帮你讲话 你挂的那个布条 你杀的那一匹狗尿 我有尽全力用我的轻域 帮你去捍卫 我非常认真的去帮你讲这件事情 这很荒谬嘛 因为其实对现在来讲 大家就是最关心说 这疫苗什么时候可以打 打什么年龄层 什么都可以接种 没有人去在乎这个布条的本身 而国民党在乎这些布条 这件事情就看出来 他们才是最在操动政治 而且只看到统战的人 老共在我们台湾 向来有很多广告代理商嘛 对不对 像中国时报就是其中一个 大家都知道他是红媒 那这个红媒 其实我觉得今天 他这个标题这样处理 还算是这个客气了嘛 对不对 不然以他这种凡事 好事都要归功于中共的这个功劳 他干脆写说 感谢啊 中共没有核准BNT的EUA 造成上海复兴气单 所以我们台湾在有这批疫苗打 对不对 依照他们的逻辑 反正呢 只要是中共阻挡了 全部都不算阻挡 那中共党不下来的时候呢 就变成是中共的善意嘛 其实这是一种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他在为蓝营的民众打造一种 跟现实世界有差别的世界观 什么是跟现实世界有差别的世界观呢 比如说像是这个 我们前面也以前讲过嘛 这个所谓的到底标签上 有没有简体制这个议题是谁创造出来的 完全是赵绍康先生 凭他一己之力创造出来的 包括说先前政府 其实也没有强调说 绝对不能够有任何简体制出现在包装上 也没有强调说 有简体制的标签 我就绝对不要这个疫苗 这句话 这些话都是谁说的 都是赵绍康先生 以媒体人的身份 他说好像是他知道什么内幕 他爆料出来 他创造出来的 而这个所谓赵绍康还包括中时 这一类所谓创造出来的意识形态 就透过了这些媒体的管道 一直不断的散播在蓝营的群众之间 包括很多蓝营的社团或是蓝营的群组 现在都深信 都深信一些赵绍康先生所说的 这些什么标签之乱 布条之乱 完全的买单这一套 所以其实我很认同刚才文杰哥讲的 赵绍康现在已经基本掌握了中国国民党的意识形态 我觉得是中国国民党现下最大最大的一个危机 他的意识形态不是来自于他的党纲 也不是来自于他的群众 他的意识形态来自赵绍康一人 以及他现在主的这个战斗兰派系 已经发挥了很大影响力 这个民进党派人剪布条 这个也是赵绍康自己发明的 对不对 然而他发明了这件事情之后 国民党人非但没有加以查证 甚至还把赵绍康讲的这一套 移到国民党的粉砖上 让他变成党的正式发言 跟党的正式立场 而且他这个整个发言里面 刚才扣了讲那一段 根本就是对台积电 鸿海和慈绍恩将仇报 因为他直接指控说 把布条拆下来的人违法 对 那问题是人家台积电 鸿海跟慈绍 老早就跳出来说 这个是他们因为要这个遵守合约 所以拿下来的嘛 那国民党你现在不就是在讲这些送疫苗 给台湾的人是违法 那这不是典型恩将仇报吗 那这种恩将仇报的行为 能吸引到什么选民的认同 只有吸引到一群搞不清楚状况 深信布条就是民进党派人 剪下来的那群人的认同 其他了解事实的民众 就会觉得国民党这样子是不是太偏激了 是不是难道这个疫苗是民间出钱买的 对不对 那民间自己出钱买的东西 上面被人家挂置入性行销 觉得说奇怪了 你又没有给我算便宜 你又没有给我广告费 我干嘛让你广告 所以在进入海关之前把他拿下来 这完全没有任何违法 这是依法依合约 那甚至连朱立伦 这个以前我们大家都觉得朱立伦 比较是这个知识栏 或者是这个浅栏的中 中间的这个 连朱立伦都要跟着赵少康讲说 这是搞意识形态 太过意识形态 请问依照合约走 是国民党所反对的意识形态吗 国民党就是一个觉得不应该依照合约 然后呢 觉得说这个要指控说 这些捐疫苗给台湾的人 他们犯法的这样一个政党吗 这是所有的所有 在中间选民看起来很奇怪 但是在申兰以及赵少康的群众 看起来理所当然的论述